陳建仁 副院長 菊姐 我們的主任委員 還有家全 我們的總幹事 還有我們在場 我們的競選團隊 還有我們智庫的各位老師 還有我們競選的幹部 跟我們今天在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記得幾個月前 有一次陳副院長來我們智庫開會 參加我們的政策討論 那個時候我曾經跟他說 謝謝你來幫忙 以後可能還有需要你大力協助的地方 那個時候請你不要推遲 我想在那個時候陳副院長 應該聽不出我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時候他已經正式的被寫在一張 不是太長的一張名單上面 而名單就在我的口袋裡 今天我要在這裡正式宣布 我們要歡迎陳建仁副院長 成為我的競選搭檔 成為我們團隊的議員 我對陳建仁副院長最深刻的印象 其實和很多人一樣 是他在2003年台灣SARS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臨為受命擔任衛生署長的時候 穩健 沉著的表現 在那個時候 陳副院長經常出現在電視上 他總是很冷靜 很有條理地說明政府相關的政策 對於當時惶恐不安的社會 他是一股很大的安定力量 也給我們人民帶來信心 而最後 他也以流行病學的專業 成功的幫助台灣擺脫了SARS的陰脈 那麼當年行政院抗SARS總指揮 我們的李明亮前署長 和我們的疾管局蘇宜仁前局長 跟我們的陳副院長 他們三個人一起被稱為抗SARS的鐵三角 共同見證了陳副院長對社會的貢獻 今天我也特別請兩位到現場 再一次的見證 這個國家要把更重要的彈子 交在我們陳副院長的身上 在經歷了衛生署署長 國科會主任委員等重要的職務之後 陳副院長回歸學術研究 後來又出任中研院的副院長 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他都能夠以台灣的發展為裡面 不分黨派 無私地奉獻他的財選 陳副院長是這個國家的公共財 我相信沒有人敢否認這個事實 陳副院長不僅參與了民進黨的執政 陳副院長也在我們七年多以來在野的期間 陳副院長也是我們智庫的顧問 從醫療衛生 生技產業 科技創新 到人才培育 他都是我重要的諮詢對象 他和團隊之間彼此熟悉 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默契 我相信未來不管是競選的過程 或者是重返執政 他都可以讓這個團隊 持續地邁著穩健的腳步 不斷地向前 在工作之外 陳副院長的個性穩重 開朗 帶人誠懇 熱情 善於溝通協調 陳副院長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 無論是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工作上的夥伴 甚至於整個社會 都可以對他完完全全地信賴 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一定會問我 為什麼會選擇陳副院長擔任大黨 我想副總統是國家重要的職務 所以不必問我為什麼選擇他 應該要問這個國家 需要怎樣的人才來擔任這個角色 就如從我剛才所描述的 陳副院長的專業形象和成就 他曾經為台灣做出了社會的貢獻 他和未來的執政團隊跟政策的熟悉 還有他令人信賴的人格 這都使他成為我最好的搭檔 這幾天有人說 選擇陳副院長當副總 可以讓選情加分 可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真誠地相信 他是能夠讓這個國家加分的人選 能夠有這樣的一位夥伴的加入 是我們的榮幸 未來我們會一起扛起這個國家的責任 我們會集結所有社會的力量 推動這個國家的進步跟改革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蔡英文不是一個人 英倫沛不是兩個人 我們還有13個執政的縣市長 未來還有改革過半 國會輪替的立法委員 我們更連接著所有期待台灣改變的社會力量 我們將組成一支強大的團隊 穩健改革包容團結 找回人民的自信 點亮未來的希望 最後就讓我正式向大家介紹 我的競選搭檔 陳建仁副院長 謝謝謝謝我們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主席 也請我們的總統參選人 跟我們的副總統參選人 一起 今天開始我們英倫沛正式開始啟動 我們一起加油一下 然後我們兩個 好 我們看 先看右邊 好 看中間 好 右邊 然後中間 好 當然我們不免俗也要喊一下洞蒜啦 是不是 好 中間 來 大家看一下 來 好 沒問題 大家都拍得到 來 好 前面稍微蹲一下 前面的媒體朋友 那後面那一排的媒體朋友 可以拍得到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上來第一下 後面的媒體朋友 嚇到 加油 這個團隊就知道了 好 我們這邊 左邊 好 大家都非常期待 今天我們副手的宣佈 那我們正式 英倫沛正式開始 主席 我們跟那個 我們政府總統一起舉一下手 大家一起加油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英倫沛 我喊英倫沛大花凍蒜之類 好不好 來 英倫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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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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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主席先請就座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正式我們所 徵召提名的我們的副總統參選人 我們陳建仁教授為我們支持 蔡主席 各位進選團隊的幹部 支付學者專家 特別來賓 李明亮教授 蘇毅仁教授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臺灣正面臨著選擇的關鍵時刻 我們是左向天堂還是通向地獄 是迎向光明或者進入黑暗 是繼續衰退還是改革更新 都取決於臺灣人民在2016年1月的重大選擇 每位深愛臺灣的人都責無旁貸 當蔡主席徵詢我擔任副首議院時 我表示我必須分辨選擇 並請教我的太太 洪總主教和李遠哲院長 學術研究一向是我最喜愛的工作 一旦拋棄學術 從事公共服務 我將失去一生最新的研究生涯 我確實有不捨和掙扎 我的太太和女兒為我祈禱 他們感受到天主的招教 要我成為世上的光 地上的炎 像一支小蠟燭點燃自己照亮臺灣 或是像一撮小炎 融化自己使臺灣人民的生命更有品味 洪總主教告訴我 天主教徒學者從政 可以把學術研究化為愛主愛人的實踐 他說教宗方濟各 也鼓勵教友從政 為政治帶來清新的氣象 特別照顧貧窮 關懷弱勢 政客一向是為一己之私而爭權奪利 政治家卻是從人民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 方濟各教宗更說過 真正的權利是服務 好牧人要沾滿羊群的去襲 親自去照顧飢餓的 喉渴的 赤身露體的 無家可歸的人 李遠哲院長捨不得我投入 政治鬥爭的漩渦 他也希望我能繼續留在中央研究院 為學術研究奉獻心力 但是憂國憂民的他 也提到台灣因應著全球軟化 環境變遷 糧食安全 生態危機 以及社會不平等的種種問題 都需要迫切地解決 他也深信蔡主席的競選政見 最具體 最可行 對於台灣的未來最有保障 在我規劃生計醫藥政策的過程當中 我跟研究團隊還有智庫的同仁在一起 我看到蔡主席行程滿滿 相當的辛勞 但是他還是在七點鐘到晚上八點多 跟我們一再的討論 他偏僻入理的見解 還有獨到的看法 讓我十分的欽佩 更重要的 讓我了解 一個好的政治家 為了剝化台灣的未來 使得台灣更美好 更有戰鬥力 更能夠為老百姓造福 他的努力 讓我感動不已 他對台灣的了解和用心 讓我深信在他的領導下 未來的台灣會更好 他有智慧 勇氣和慈悲 現在我願意站在這裡 表示我對蔡主席和他的團隊的全力支持 和鼎力協助 我也盼望我們團隊能夠成為 愛與和平的播種者 在分裂的地方 促進團結 在仇恨的地方 播送友愛 在失望的地方放起希望 在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 台灣不能再衰退 讓我們以勇氣 智慧和慈悲 來翻轉台灣 許給2300萬人 心而永續的平安 繁榮和喜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副總統參選人 陳建仁教授的支持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開放給媒體朋友來提問